中秋夜大火狂燒 修配廠鐵皮倉庫陷入火海 从屋内烧到屋外 树头也被烈焰点燃 情况危急 旁边就是加油站 当时许多民众在家门前烤肉 看到火光瞬间变成大火 都很紧张 起火的仓库内 有油漆和仪缺等易燃物 大火已经延烧到旁边平房 要是在烧到加油站 后果不堪设想 消防出动十四部消防车 二三十人前往灌咒 好在火势在一个小时左右 顺利扑灭 中秋节火警意外 也发生在国道上 一部轿车行进国道一号 南下苗栗三亿路段 引擎室突然冒烟 车上五个人紧急逃命 国道火销车一旁又车来车往 相当危险 驾驶和乘客爬到护栏下躲避 而这件意外 也因为要救火 封闭路间及外线车道 导致车流一度回堵两公里 幸好无人伤亡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